娛樂方面的消息要帶您看到 2024年集結了多部強檔國片 像是金馬影帝吳康仁 帶來兩部新電影《破浪男女》還有《南方時光》 那麼金馬拍檔林柏宏跟謝忻穎推出了《愛的噩夢》 陳柏林、張榮榮則是帶來台灣首部陰間喜劇《鬼才之道》 《怪物新人》李牧還有曹佑寧 聯合主演校園戀愛劇《夏日的檸檬草》 就是要讓大家寵溫青春時代 不知道你喜不喜歡吃甜食 因為我可以做甜食 我根本想像一堂客人 想你的美客人 土味情花連發大撩現場粉絲 兩位男神合體演出新校園戀愛電影 要搶攻暑假電影檔期 因為電影有時間的關係 這個原著其實是一個蠻長的故事 很跨了很長的時間走 所以在改編上 我們其實有調整了很多 電影改編暢銷小說 李牧、曹佑寧、樓俊碩 將上演三角戀關係 而他們更將一路從學生時期 演到社會人士 看過多個年齡階段挑戰演技 票房壓力是一定都有 然後如果最好的話就是 希望觀眾都可以進戲院每一部都看 因為其實國片這次的題材 我覺得主家這個檔期很多樣化 很多類型 對 除了夏日檸檬草 下半年還有多部國片將上映 像是金馬影帝吳康源 就要帶來多部新電影 《破浪男女》和《南方時光》 和之前以怪胎入圍過多項金馬獎的導演 廖明義 再合體林柏宏和謝欣穎 推出驚悚愛情電影《愛的噩夢》 以及台灣首部陰間喜劇 《鬼才知道》也將上映 今天我們請到女鬼天后凱薩林 有才華的頭自然會被看見 不過上半年的國片票房 成績卻略慘 只有四部破千萬 第一名是由許光漢出演的台日合作片 摘下四千多萬台幣 亞軍是賀歲黨台片四千多萬票房 接下來暑假有多部搶黨國片接力上映 文化部也推出看國片文化幣加碼活動 希望為國片注意奮力 這次早上劉春為台報道